离谱,是真的离谱 55级招号被容 号主是这样被注 容浩子还挺有良心 有纪念意义的美容 哥们儿 不是他有良心 是这东西容不了啊 视频道里花开一夜秋雨 无头夜罗时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子 今天的招号不一般 非常不一般 这是我第一次见 号被容了还帮着别人说话的 咱们回收开头 看这个被注 第一眼,我下意识地认为 是像花散里的面具 或者像暗铁件这种东西 但是在我翻了一圈背包后发现 你指的应该是这些活动武器吧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这些东西它 容不了 这个招号 你说它惨吧 它有纳维莱特 你说它不惨吧 不说了 咱们先来试一下纳维莱特的伤害 等一下,等一下 都是什么伤害呀 2100、4600 不是 你到底带着什么声音物 我玩了七年元神 第一次见传说中的彩虹套 这高贵的套装效果 这光泽 这纹理 这手感 嗯,没错 九九成 稀罕我 这可真是局部坏死的反应词 整个好活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它声音物本来就少 挑一些主词挑对的 那根本就没得选 只能这样待 那今天 咱们就来打破这个将军 声音物 我们下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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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有人就要问了 哎呀燕子 这树脂是从哪里来的呀 树脂 树脂通常是指受热后 有软化或融融范围 软化时在外力作用下 有流动 这个树脂啊 是当初荣耗的时候 那个荣耗的人 把他的小月亮全换成树脂了 耗主也是一直没用 那咱们调整和升级一下射影物 然后再来试一下伤害 这拿着四十几武器 这个面板打出这么高的伤害 那我不得不说 纳维莱特真的很强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关注燕子故事不止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燕子 我在原神 等你哦